上海是大陆进步的缩影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对于生活品质和美感也更加讲究 在上海历经时光滔袭 风华依旧的徐汇区 就有好多这样精致的小店 摸索新世代的经营手法 他们也开始尝试在传统的基础上面 开发出具有特色的甜点 或者像是刚从台湾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一样 选择花艺来作为创业的起手势 阳光洒落在历经时光磨洗的老洋房 百年风华凝固在欧式的典雅造型间 这里是上海市中心的徐汇区永康路 在一片现代化亮丽的建筑间 荣漾着怀旧氛围成为洞灵的望风热区 到节假周末人就会特别多 来上海旅游的人也都会都来这里 户外咖啡座是上海白领神游的树牙空间 却是聚集在这里网红店的生存肉博站 因应现在先给手机品尝的潮流 不只讲究食物美味还得增进颜值 让喜欢拍照分享的年轻人 不知不觉地投入网络行销行列 抖音看到然后大众点评有去搜 然后看到屏分蛮高的 所以就特地过来打卡 外面没有看到过这个组合 看那个点评上面还有小红书上面 很多人配件 然后觉得东西特别可爱 然后所以就过来想打个卡看看 先舔一舔浓郁的冰次林在豪迈舀下香甜烤玉米 这款冷热冲突的冰火组合 原本只是季节限定 意外大受欢迎 成为整年推出的招牌商品 还有还有要卖传统茶饮 这个连杯子都可以吃掉的饼干奶茶 就是老板的精心巧思 我们是希望变得好玩 年轻人喜欢去打卡分享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传播的渠道 也要好吃环保 鼓励客人多吃把它吃掉 你不要去为了拍照而就是浪费 创意吸睛难在不失本职 跟随潮流没有最新只有更新 但像是茶这种饮品 就不能忽略根深蒂固的传统 阳气优越流长的精神 如果说特别把传统东西拿到现在来 当然很美很好 但年轻人会觉得哇你很美 但是我不想喝这个东西 所以把它年轻化当代化是一个问题 我们会给客人一杯热水 就Welcome Tea一样的 但是我们会从这个铁壶里面去取水 讲究传统礼节 但在餐点上融入创新 用作咖啡的技法制作茶饮 打发奶泡在奶茶上写字作画 连外国人都好奇尝鲜 欢迎和美学在经济水平提升的同时 在上海也逐渐被重视 就有茶饮业者想要传递 茶道就像一支花一样 简约而美丽的概念 茶花本来就是美的代名词 茶和花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体 保留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 同时又有时尚潮流 全球都能够认可的价值观 或者是它的生美观 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重要 在这个国际化的都市中 生活品质和美感同步上升 同样对审美很有要求的 还有这位台湾女孩Zoe 大学毕业西进到上海 寻求属于自己的美丽新天地 这个是杀吉果 它每一段都有刺 经常是整只手就扎进去 广化是选材 是Zoe作为花艺新鲜人的日常 穿梭在花丛里是她竹梦的开始 尽管双手常被刺伤 但仍不见她对花艺的热爱 选择上海作为直哀的第一站 Zoe有自己的观察 当大家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确实在艺术方面的需求就会提高 像这个月吧 上海就有很多艺术品交易的活动 这个确实是需要生活水平 大家都到了一个基础的时候 才会开始把重心放到一些 可能可以疗愈身心的 或是说视觉上丰富视野的这些产业 在上海花卉批发大小花店有1万多家 先切花的年消费量占全大陆之冠 Zoe出到上海在商业区的花店工作 奠定基础之后决定影响更大的挑战 我们工作室最大的一个项目就是 奢侈品店的门店换花 花器就是陶制的钢 非常非常地大 实际去换过几次就会发现 天啊 这真的非常地体力活 百货公司里的精品门市 花艺布置就是出自Zoe老板的工作室 从花店转站花艺工作室 Zoe坦元大部分技巧都是靠自学摸索 我唯一一次花钱是上过花艺课 就是做最基本的花束 螺旋的花束 基本上很多作品它的打底 都是要靠这个螺旋 就是学了一个基础 那后来都是我自己在摸索的 看似信手拈来 随信拾起的一把花束 其实都有规律巧劲 得注意每一朵花的形态 再由点线面慢慢组合而成 除了在上海的精品门市 大陆其他城市 也有机会看到Zoe的作品 这些植物现在是我们 在广州做活动 然后因为我们舍不得丢掉 就是很漂亮的兰花 所以我们就全部把它打包 从广州寄回来上海 可是它已经没有花了 我们就期待它可以开花 用水苔把它种起来 Zoe捕捉到的其实是大陆 持续发展的大趋势 美感的开花散叶 精致的持续渗透 让讲究物质深耕在这座 美丽城市中 还拓展出无穷无尽的创意空间 早安新闻给你满满的元气 锁定东山新闻24小时YouTube直播 帮我们按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